我们上一期呢是 做了很多事情 我们这一期就要来这个连终进程中 休息一晚 来继续下面的军营推进 好 现在我们要前往这个空头山 我本来是想要把那个传说中的战甲做出来的 但是 发现需要这个铁 裁缝能力90多 我的裁缝就是那只螳螂只有87点能力 好像说要升级才行 我给他做了一件盔甲 花了700块钱到2000多块钱 每做一个盔甲发现 才加这个个位数的能力 这个经验值 然后我就放弃了 就做了一个500多防御的盔甲就算了 然后我是研究了一下五行相克三 这就有了那个暴击加成和暴伤加成的两个宝石 我都想到我的武器上了 就这样吧 估计后面升级不了 不知几位 我们是来拜访广城子的门派 祖师的确曾在此开宗立派 但门派早已迁往别处 迁走了 那你 相传祖师与人有约 因为不知什么时候 对方的后人才会到访 所以即使门派不在此处了 也总还有弟子职守 当然 这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后来空铜山就成了历代弟子 静修隐逸的一处地方 劳烦告知了 既然如此 我们便下山去吧 等等 几位特地来空铜山 莫非就是师祖所说的后人 确有溯源 那太好了 祖师上一回险计已在千年之前 他有一句话托付门众之人 带为转告 他说这红尘三千年 我已看过 甚是感佩 甚是欣慰 不不不 受不得如此大礼 这是给他的 多谢 我们再去拜访一下烟灵 这个空铜山还有一个观景点 我们来看一下这观景点 这里还有一个支线任务 不知道我这辈子 有没有缘分见师祖一面 跟对一下话就没什么后续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观景点 欣赏一下子弟景色 再去魔化后的烟灵 主角的衣服不知道怎么回事 自己换回了黑色 完全是趁热的 我以为就是 这小手 我也不准备 我依然 你不要这样 我好 你算不准备 我 我 悲免 我 我不得 你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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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随后我们来到燕灵 与传法时到 燕灵如今这个样子 用来到燕灵 就能够上燕灵 只能够上燕灵 所以我们去燕灵 我们去燕灵 放开 把燕灵 就能够上燕灵 那么 我们要要燕灵 不然 在燕灵 我们要燕灵 有些燕灵 在这个地方呢 就是我们在烟灵发生灾变之前 可以获取一些收集书册的地方 前方这个凉亭旁边 就有那一个白鸟的这个译文 可以收集 我们印象还是非常深的 我们进入这个学会的分布 吴师兄 葛先生 诶 赵士姐 李师兄 怎么都不在呢 是两天前留下的 他们有人在西区一百里的地方 发现了有趣的东西 于是大伙全都跑了过去 连戎天怡都带走了 看来是无缘相见了 也不是吧 等他们回来 或者等我们从西陵回来 不必接怀 这是 是纺车的图样 学会里正在做改良 若是能成织布的速度 就可以更快一些了 外面有人敲门 我来瞧瞧 这儿 这是博物学会吧 对 你是 我叫陈良丽 老家在福州那边 这趟是来燕岭走亲戚的 眼下我大伯一家已经搬走了 但听说博物学会还留在这儿 我爹就让我把这个送过来 这是什么 苞米的种子 我们老家有不少人种 长得好 收成多 吃起来又管宝 听说博物学会里的人 不只管养花 还管种地 我爹问能不能把这么好的种子 散给别人也种种 那这可真是个宝贝了 我爹也是这么说的 反正种子我带过来了 你们看能不能拍上用场吧 好 太谢谢了 我们会好好研究的 说不定是不得了的东西 粮食供不上更多的人口 一直是个很大的事 如果这种苞米收成真的很好 也给我一点吧 我让袁天使在林中镜里种种看 到时候跟你们种的对比一下 好 前辈 你都听到了 很不错 这儿的书好像都很有意思 小英子 你能跟我讲讲看吗 当然可以 不过这上面的字 你担心我不认识 祭灵族可是存在了很长时间 虽然灭身祭灵的法门 如今已经再难见到 但一直也会有误入梦誉的人 因为各种缘由留在了祭灵族 磨不太多的时候 我就让他们教我习字 所以你们的字 我也能认个十之其八 前辈 你好厉害 认谁花那么久的时间 要学这些都不是太难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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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断 可我到现在也没什么主意 身具物之邪的人才能使用折 思维会折返 是因为他害怕有一天 我真的能够威胁到物赵 物之民的力量 并不适合治疗别人 为了让剑云活着 当年的物赵 付出了不小的代价 鬼师当年身在乱羽山 未能及时赶回西陵 而剑云战死在乱羽山 这两者之间当有因果 乱羽山附近也出现了魔 而且十分厉害 物赵被绊住了 他一直想要尽灭那里的魔 剑云既然杀了他 就会替他去完成这个心愿 到现在还在想这些事 会不会太可笑了 我不懂人的情感 静云说过 雷祖和姬萱元 是与他同路的战友 而乌兆不需要走这条路 是啊 他们只是狠谈得来 只是那样的朋友 你说静云从来不会后悔 要是不后悔 也就不痛苦 该有多好 回到博物学会 在那之前我要做一件事情 没什么事情 我想给咱们的云雾乐 也带一个贝贝猴 这样与我们主角 更显得是情侣装一点 但是我身上没有库存了 这就是清爵吗 好听 前辈 那个时候的乐诗 像是灵伦 还有诗言 他们是不是都在宣言秋啊 你是不是也听过他们奏乐 他们没有我弹得好 你刚才听到的 已经是天上地下 独一无二的了 真的吗 那我太荣幸了 可这两位 都是很有名的乐诗 原来前辈 你比他们还要厉害 你看 我是族长 灵伦和诗言 却是专思玉律歌舞 我总不能太过险要 否则让他们二位 又如何自处 原来是这样 季仙元 你随口骗小姑娘也不脸红吗 玉尘西山也该歇息了吧 这是关于天鹿城大阵的一些改议之法 你收好 葛叔的笔记我也看了 颇受启发 有什么心得便一并写在了其中 前辈 其实我一直想问 你真的不会亲自改动天鹿城的大阵了吗 等 等这里的事了结之后 我们可以一起啊 虽然我也知道凶极未卜 但期盼一下 总可以吧 小英子 风鲤霜没有告诉过你们吗 那个梦 快要醒了 我要离开了 前辈 前辈 不是 不是我想的那样吧 别哭 你们不是将八十岁往后都称为喜丧了吗 哪有哭哭啼啼的道理 好 我不哭 是我自己太傻了 封组长说的时候 我竟然没能明白 我去旁边平复一下心情 就一会儿 哪里傻了 明明是个聪明的好孩子 以后一定能走得很远 天界之中 应当还有福西他们也先存忌惮的东西 我不知道那是什么 只是从他们的直言片语中 得到一点猜测 我明白了 有机会会留意的 这就去西陵吧 我把曾荫喊回来 其实本不想让她再去冒险 但西陵那边的法阵之事 说不定还得有她帮忙 真要撑不住了 我会把她送走 西陵城内外虽有空间乱流 但尽力送一个人出城 还是可以的 修仙门派的人 也会在离西陵最近的城镇待命 若有万一 先保护民众撤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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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支大人故号 还能搜到你的阵法 谁喜欢就行 你推动的西方 天涯覆灭 依附着他们的诸多小部族 流离四散 在那个时候 因为穷困和饥饿 连争斗都是不敢多想的事 大多数人付不起失败的代价 可现在却不同了 经过了那么久的年月 人族又渐渐恢复了生气 其实这些你并非看不到 只是不那么在意 有无知堂在 足够护得你们安稳 我知道你并不赞同西陵 加入轩辕丘 还带去了城中的冶炼之术 可是物诏 这毕竟是凡人的时间 身具灵力者稀少 即便是在这座城中 天生能激发污之血的人 也在逐渐消减 过去的那些年 人族就像水中的渔群 尚未真正聚拢起来 便每每被乱流冲散 若是永远这样 即便再有一个天摇 也只不过是一瞬的星火 把更多的人聚集在一起 成就一个国 人族面对强敌 面对灾节之时 才能做更多的应变 这么多的人 出身不同 想法不同 谈何容易 但我还是很想跟季轩缘 一起试试看 就算需要花去漫长的时间 就算这一世 根本看不到结果 也无所谓 大概我天生是个贪心的人 不止要这一世安稳 我还希望这片大地上的人 可以永远走下去 你说的都没有错 若是当初 魔族在晚三十年出现 我们现在呢 就要完成我们的使命 和乌赵墓里的一样 是厚敌 他说过 乌赵死后 他会把自己作为人生 置于西灵的成能处 这也就是我们最早的时候 在那个 古墓里面 见到了那个雕像 开始啊 咱们都以为是 乌赵 小心前面 魔的数量不少 看来乌赵已经逐渐打开了两余通道 攻击魔物的那些 是什么 灵局之眼 他们是板神祭所机关的雏形 当初被造出来之后 就先布置在了西灵城内室友 西灵一战 这些机关灵力耗尽 损舌极多 眼下 乌赵改动法阵的同时 也在修复他们 我们得小心躲避 灵局之眼的威力真是不小 的确不索 可惜整个轩辕秋 也只有这些了 这种机关的制造和史 都极其不易 须有灵力 须有阵法配合 当初也只是想以他们 来异计关于百神祭所的一些设想 竟然连有熊也没有吗 一来 有熊的城池构建 不如西灵适合放置他们 二来 西灵对我对轩辕秋而言 也很重要 走避一下这种激光 以及随之而来的 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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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 这个 来的 在我 有 这个 我 这种 这种 人 然后 来 去 我来看下这些怪物的经验 非常非常的高 这也让我们升级了 我来看一下地图 鱼姑娘 为什么我觉得刚才那个人好像是鱼姑娘 见呗 真的是你 你们 你们都只会责怪我 你们知道 要做那样的选择 有多煎熬 多痛苦吗 她完全入目了 鱼姑娘你醒醒 没有我 她的意识已经成年开始了 她的身体也在 所谓的离开洋品 我就是你 我们照顾来走的 我 就是你 我们照顾来走的 我也不想命 我也不想 你管走 我许都不对 许都是错 胡姑娘 你醒醒 没有 她的身体也在腐坏 所谓的离开杨品 就是被乌赵带走 对不起 p 我不能 不不不不不 我的名真是 大事 我了解 在那里 接下 我不會是中間的 你居然然不 Me 我會做了 我會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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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场与这个鱼姑娘的对战 没什么好说的 他只有这一个 可能会让我们陷入封印 或者说定身的这个攻击 需要防 需要这个闪避一下 其他的 其他的攻击被揍到也没什么关系 攻击力不强 想无伤的话 我估计得费一点功夫 比较麻烦 所以我们就不追求无伤了 就快速打过就行了 我们现在已经距离我们的目标点越来越近了 规避一下这个视线 那些怪物是想冒我们困在城里 但他们自己还在不断地往城门方向去 既然我们出不去了 那也没有让他们出去的道理 传令封城 命吴之堂的祭司们开启所有的邻居之言 大人 您不能跟我们一块留下 要是我们拼死杀出一条路来 或许您还能离开 你也说了只是或许 西陵可没有临阵而退的族长 听着 就算这座城今日便要回去 就算我和你们都要流进最后一滴血 那也得带走足够的陪葬 随我冲阵 大战之后残留的魔器 惊也不散 也就是说 如果当时没有封城死战 那么多的魔艺丹离散出去 因为有他的决断 加上轩辕秋到底是苦心经营了数年 所以虽然很惨烈 虽然战士战至实不存一 大小部族十去五六 但人族 终归还是撑了下来 这种新型的怪物我们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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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因为我对那个宝物的贪欲 导致了咱们被惩罚了 这里倒是有点像黑暗之魂的意思 我来看一下这个地方有没有路 如果没有路的话 看来我猜想就得需要 把那个石头人干掉 这里一只怪物的经验值是2400左右 非常的高 这有个东西 哇 这里疯狂爆地女金丹 看来真的是离决战不远 我们知道地女金丹可以回复我们所有的生命值 非常的夸张 非常夸张的一种药 这里 应该就是往这走 没有 前方小心不要掉下去 完全 前方小心不要掉下去了 古剑旗台3的场景设计还是很用心的 很多场景都有自己独特的特色 我觉得非常不错 让我们乘坐这个浮空时来到了一个新的地区 看那边的阵势 通道是在物质堂里了 那里另有法阵 我会尝试破除 届时小鹰子与我一起 好 你把自己镇在西陵 也是因为这些残魂 雷祖留在了这儿 我总要陪着他 西陵人不像晋云有辟邪之力在身 这些残魂被摸起侵染后若是不得净化 且不论是否能再入轮回 恐怕将要成就第二个安逸 这里是雷祖的故乡 是西陵人的故地 我不想让天解插手此事 只是我当初也没有料到 自己竟然能活得这么长久 不是我不想进百神祭所 那儿的灵力对我伤害太大了 靠近了根本没法动 谁料想这家伙平时纯笨 倒是一眨眼的功夫就窜了进去 别 有话说话 别动手啊 因着你是怀惜一致的后人 这是我对你的宽恕 也是我对你的惩罚 师兄 你把他带走吧 离开西陵 去找寻更多的 身上还留有无知血的人 找到了 自然会知道该怎么做 无赵 你怎么忽然 无知血 我并没有那么在意 只是到了如今这一步 不妨早做些安排 可是像黛祖那帮子人 他们身上也有无知血呀 不是每个人都是静云 带族也好 别族也好 只不过是 常在无知血的容器罢了 五爪 难道你是觉得自己会输 既是相争 便有胜负之数 尚未叫风 谁又可知 只是 我的时间本也不多了 有朝一日 不是 这个世上再没有我 没有静云 也没有姬轩缘 真正的胜负 或许还在那个时候吧 去吧 替我看着怀情 若不守约 你自可尝尝魂扑散的滋味 你自可尝尝魂扑散的滋味 胁 altar 王车 前面这个怪物长得不错 那我们就揍他一下 这不是心魔 mach 縮小本來新光 這經驗值 經驗值太高了 打一架就有9600的經驗值 我們直接升級了 現在的等級對咱們來說 可能就沒什麼用處 我們在這看一下地圖 應該是繼續往上走 一個巨石讓開了去路 我掃拾一圈之後 發現這個地方可以上來 應該就是我們需要走的路了 來看一下 對 躲避一下這個射線 隨後繼續前進 好吧 我受惱一下 我沒有可能出的 一些莉莉的 找不到 裂整下槍 是不可端了 就不撥多 什麽 不是 我們就算你 不太不容易 當然 有 有點不利 男人要在这下来吗 果然 需要下来才有新的路径 只要看到这个地图被迷雾遮挡 就知道我们这是没有来过的 应该这个就是正确的路 那我们继续前进 哎呦 吓我一跳 没关系 怕出了两个巨石怪人 吴赵 这不是我们的时间了 你和我都只是旧日的影子 该归去了 便是残影又如何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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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有个关键点 我们来看一下 看完这个关键点 我们继续前进 应该越来越接近我们游戏的委屈 经过这里 就想起当年五夜 在找回到他的大锤子 谁 西陵最好的朱剑师 也是整个轩辕丘最后人 太岁和天鹿 都是出自于他的手中 想破除这个法阵 恐怕需要一些时间 巫召此刻不在巫之堂内 他在西陵阵法的中心之处 你和岑莺对付这里 我过去 这样的话 北洛尼那边会不会太危险了 我同他一起去 福盈留在这儿 若有变故我也能察觉 北洛 你只要按照你希望的去做 就可以了 我们现在就要前往花海 如果我猜想不错的话 应该就是我们 最终之战了 好 永巫月 等一会儿请你不要出手 就当是我的心愿吧 我明白了 我明白了 要给你我 不快 你只要到ever 我去做 打boss是怎么打 我们这次来出剑 看一下我们要死多少次才能打过去 这是他十岁时雷祖送的生辰之礼 他一直是份真爱 百神祭所内 他为什么要不听我的话 其实没有不听 只不过因为他发现了我身上的污之血 他怕我会威胁到你 最后他是自尽的 所以 你们后来找到了破去苏生之术的方法 原来这就是传说中的那把刑剧 接下来如何 你要用它直接杀死我 打一场 如果我赢了 你便罢手 有何意义 我罢手 你能够放下心中的仇恨 不能 我们之间 我们之间永远是不死不休之决 我只是不想再一次地 那样杀死你 静云 你不觉得这太可笑了吗 我只能够放下心中的仇恨 你不觉得这太可笑了吗 我只能够放下心中的仇恨 你不觉得这太可笑了吗 我只能够放下心中的仇恨 连到死都不能放下心中的仇恨 一是背下而至 已经无可回头 何必再多说 我不照顾 你这个指而不划的疯子 好 哈 嘿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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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我按了地板 这次血量都是挺健康的 这个情形也没好到哪去 赶紧积了一下这个 这次应该能打过了吧 臭小子终于要把你干掉 不是吧 不会还有二阶段吧 这次是几个月的阶段 还要打进来 这次是几个月的阶段 这一战呢 对咱们操控习惯北洛的玩家来讲 可能有点不习惯 因为我们现在操控的是避邪 然后闪避呢是没有了 格党是存在的 这里我一会儿给大家讲 可能其他难度的话比较简单 直接平A过去就行了 因为我们现在攻击是在吸血 然后暴击又高的话 比如说这个 这个消耗一格元气的技能 有时候打一个暴击 就能打80万就行 然后能吸血过 很高 我们把他这个血量打到一半之后 这个邻居之眼就会帮他打架 我注意这激光一定要闪避好 不然的话在挑战难度下 伤害是非常非常高的 两道激光就能够把咱们带走 三道激光 我看到这个天上这个激光 咱们就是左右腾挪就行了 左右移动 因为他们闪出光了之后 再照出来 才会有一个时间 应该是比较好躲的 侧面的话就需要空间感稍微好一点 然后就一直猛戳这个花心就行了 照着这个花心一直揍 这个有时候可能场面太混乱 又是各种乱石 又是激光什么的 可能让咱们无暇去顾及 那个花心的黄色箭头 有一个信号就是 他一想到那个搜我血本上来 那个声音的时候 我们就格挡住他这一下攻击 不然的话他打我们好像还能吸血 然后攻击的话很强 这个花心射回来的激光 打咱们一下能打一半 这一战我感觉难度也挺大的 其他的激光躲一下 一听了的声音 我赶紧就按下这个防御 后面还有激光 这个时候千万不要瘫刀 这一战我们这个变大之后 这个行动实在是太慢了 如果咱们连续按了两下插件 就是连续砍了两刀 第二刀砍完之后再躲下一个激光 就有时候就来不及 因为我们挥出拳去就没法取消了 不像我们操控人形北落的时候 挥出技能去 按一个闪避还能取消咱们那个技能的出手 就开始从天上照了 我赶紧跑 但是感觉躲不过去了 所以所以说这个地方就给大家告诉了什么事情的 就是这个激光啊 从上面往下照这个 或者是侧面的这个 它都有一个时间的 所以我们赶紧揍弹 它血量已经不多了 这个发现已经残破不堪了 一听到声音赶紧搁挡 然后右边有一个激光 赶紧往后退过来 右边这个激光射过去了 我们现在这个血量真的扛不住了 我赶紧给它搓了一个技能 我看打了个暴击 它现在已经扛不住了 只有发现 好的 解决 这一战在挑战难度下 我个人觉得还是有点难度的 可能是我不太习惯操控这种大型的怪物 随后呢 我当时心里是挺期待的 我还以为会有第三个阶段 我还挺高兴的 没想到 当然现在这个场景也做得很好 我们已经两个人都精疲力尽了 这时候我们是无敌的 从来没有一场战斗 让我们如此的 惬意 但是听着这个BGM 内心还是有很复杂的感觉 这次做完古典七代三 我准备非常认真地做一期游戏 跟玩后感 可能要制作个两三天的时间 游戏确实给我感觉非常的好 是我近几年玩过的最好的过山游戏了 可惜竭力而为还是不能胜利 然而胜负又起在当下 至少这一局 是我没有了 否则便根本没有以后 且看来日 他就背面那支给你 你怎么回事 我怎么…… 你怎么会很看 我会跟他这种 开始 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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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呢 我们就需要离开这片花海 他所剩的时间 比我们想象的更少 要是不去动西陵的法针 也不与人交手 大概还可以活很久吧 可那呀 也不是他